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来看过我们在主日学的时间 参得天父阿爸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继续地带领你的教会 经过这微博的祷告月 祝你赐我们的平安 祝我们主日崇拜的平安 祝你也使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灵不断的苏醒 不断的看到你所掌管的这个国度 不看到主啊你是中国的主 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主 而复活的基督是中国的主 祝你来让我们来遵循你的心意 让我们来就在这仅存的链间 所以在这我们今日还存活 祝你打开我们的眼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来听你的道 祝你继续地用你的座间的保罗 他所传讲的监狱书信 今天我们要继续地学习 斐利门书的一封书信 祝你来说我们众人的造就 应得住你自己的圣言 得着安慰 得着激励 祝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说我们同德造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 感谢主 今天是6月5号 感谢主 在过去的一周 是非常的丰富 有王英故事的生日 还有这个33年来不能说的 一个日历上要私教的那一夜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不管共产党害怕这一天 基督署好像也害怕这一天 我们好像 等到那一天过了 要轻松一点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 基督已经圣灵了我们 我们不用 我们应该脱去那奴苦的恶 可以今天真正的 在他里面享受自由和安息 那么看到今天这个主日 也是特别的叫五行节主日 如果看到十足行传里面 当五行节的时候 圣灵如火一样的舌头降下 教会开始成立 随便也叫圣灵降临节 所以今天也是新约教会 成立的祭祷日 为基督升天 之后圣灵的赐下 使得教会 正如圣灵的浇灌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同一个邻里面 像今天我们为马尔代夫的教会祷告 我们为许多的人来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是对同一个圣灵所感 那么今天来讲这个斐利门书 我们也知道是同一位圣灵 他是历史的主宰 他在两千多年前 两千年前 就是激励 感动保罗 写下这些书信 为了激励 安慰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继续来看 斐利门书 因为我们前面知道 监狱书信 哥罗西书 以夫所书 斐利门书 他们是一块的 上次我们也强调到斐利门书的一个背景 他是在新约的里面 基本上非常特别的一个书卷 他全文只有335个字 他是非常短的 非常短的一封书信 这是非常私人的一封书信 保罗 这是三封书信里面的唯一的一封私人的穆罕 就是这个斐利门 当然你可以看到 也是在问你家的教会 也是 其实也是 我方面来讲 他也有决定的公开性 所以有些时候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疑问 为什么斐利门书会在新约里面 好像你看一下 他很不亲眼 对吧 好像他也没有 没有那么高 没有不像那些 以夫所书 不像 哥罗西书 不像罗马书 不像哥罗 哥罗 哥罗 书 那么的宏伟 那么的 就是里面的整个的教育 的教导 他好像在讲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斐利门书的 非常特别的一点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 我们更多的从这个文本中 然后来看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思想 这里面特别策略的就是 保罗怎么去应用福音 保罗怎么样去应用福音 进行教育的 个人的教育协谈 他在用书信的方式来对斐利门 这一位他的同工 来给他提出一个请求 他是如何提出来 所以记得上次就是在 苏比森长老他在讲道的时候说到 我们要好好说话 就觉得今天在中国人里面好好说话 这个是一个 其实常常需要提醒的 我们常常的没办法好好说话 对吧 因为我们整个的语言的环境 我们整个的今天最大的污染 其实是语言的污染 伟大光明镇区 所以这些假大风吹的这一切的 就是说一点都没有一点温柔 那种君子的气质 那么今天来看 菲利门书里面保罗是怎么说话的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点 然后因为他这个是用书信 但我们现在不可能还原 保罗是怎么样面对面的谈话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 看到了他是怎么样 可能也是类似的一种模式 他怎么样去跟他的同工 跟他的基础结尾 跟他牧养的人来打交道 那么看到这封菲利门书 已经说过菲利门 就是说这里面主要有三个人物 一个是菲利门 他是一个上帝所大大使用的 在哥林多教会那边 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同工 而且接待家庭 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基督徒 他也非常乐意奉献 开放自己的家庭 来给弟兄姐妹提供聚会的场所 他们家也可能是一个常常的 居住聚会祷告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看到菲利门 另外一个人叫做阿里西姆 阿里西姆是菲利门的一个奴隶 当时是有奴隶制的 家里面很多的事情是用奴隶来办 像我们今天有管家 或者有一些老仆人一样 就是经常在你家里面 就是我们以前在中国 过在民国时代 很多的富裕的家庭 都家里面都会有一些 仆人仆币一样的 类似的 今天可能有钱的人 家里面同样也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奶奶 或者一个这样的 就是说 那阿里西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奴隶呢 他是一个 就是从前是 他的名字叫做益处 他的名字叫做有益处 阿里西姆这个字的一个名字叫做有益处 所以我叫我们给孩子起名字 就是有益处 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益处 十一节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奴隶 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 他是一个不顺服的奴隶 可能是一个犯过罪的奴隶 好 那这是第二个人物 很重要的这个理念 其实重要的核心事物 其实是阿里西姆 那第三个人物是保罗 保罗他是谁呢 他是重要的使徒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他以前不信主的时候 他叫什么呢 扫罗 大树的扫罗 他是法利赛人所称的法利赛人 最好今天王一路是讲到 法利赛人有祸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以前的保罗 跟今天的保罗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基本上看到今天做 就是这一 王一路是讲到那一段经过你们讲到 法利赛人的那种行为局质里面的 其实是更乐意去做师傅 愿意坐在高位 而且是就是说喜欢的人的荣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从这一点来去来看今天的保罗 他的一种翻转是非常大的 你跟他整个的这里面他怎么说话 他其实没有用一种师尊的 用一种权威性的话语去对一个私人去讲论 去要求他 反而是不断的诉诸于一个弟兄之情 一个同道之情去感化他 这是我们看到的三个重要的人物 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三个人物呢 我们前面已经上一个也说过 他们三个人物其实有他们三个 他们之间有一些很有些关系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前面说过 菲利门很可能是欠的 其实菲利门是欠的保罗一个恩情的 那么保罗是菲利门的恩人 因为在第十九节里面说 我并不用对你说 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对吧 这里面可以 其实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个话中的意思是 保罗很可能是菲利门的 带领他信主的 对吧 跟一个人 因为整个的那个小要下的教会 是保罗所建立的 虽然就是跟他相关的 像我们今天一样 比如某一个地区的教会 是某一个府的人所建立的 他其实是对那整个一片的 那个福音工作 他是有非常大的恩情 那我看到保罗他也丝毫不避论这一点 就是讲到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菲利门跟阿里西姆之间 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 因为这一个福音的源 是带来一种新的关系 他们以前是一种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对吧 而且以前阿里西姆是不信主的 对 是不信上帝的 而现在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发生一个调整呢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阿里西姆他一个奴隶 信了上帝 并且他成为了保罗很重要的同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更加来看到那种福音的一种超越性 他可以超越当时的所有的种种族 这种冲突 就是这种奴隶和奴隶主 他既是奴隶的福音 也是奴隶主的福音 所以他既是这些做仆人的 也是父母和孩童 丈夫和妻子 所有的人 不管是西纳人 犹太人 白种人 黑种人 所有的都是 有文化的没有文化 他都是同一位主 所以我们更加看到 腓尼门主他里面 有一个教育的整个的应用 就是讲到 所有的一切的关系 都诉诸于 我们每个人与主的关系 你看到 很正的看到这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这封书信里面 不断地出现一个叫做 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 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主的缘故 是弟兄 是按主说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 其实处理我们的关系 一样 今天我们之间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事实上的因为 比如说教育伙伴 工作伙伴 或者说是血缘的伙伴 还有是各种各样 其他的一些关系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关系 这也是在领圣餐的时候 特别所表明出来 我们是同理一个主 同理一个饼 同理一个饼 我们是同一个在同一个基督做头 我们是他的身体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平时在教会生活里面 常常会发生许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 对吧 像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基督 你发现其实好像基督徒也是有罪的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很失望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 教会也就这样 好像不如世人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一些抱怨 好像说 好假 就是什么样之类的 像今天耶稣批评法利赛人一样 那我们怎么能够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罪人的群体里面 仍然有那一个真实的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那一个 他的身体 就是他的荣耀 张神在我们中间 所以教会来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所有的关系 去看待那一个真实的永恒的事情 就在我们这些败败的有限的罪人身上 下面我们来进入斐利门书 好 斐利门书呢 全文一共二十五节 前面的一到三节 和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都是一个前后的问安 对吧 这个是保罗书信的 一个标准的模式 对吧 就是有 就是一个问安 我们看这个问安 上次我也讲过 就是说 主要的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保罗 他称呼他自己 像其他的地方 而且他一般怎么称呼自己的 他怎么称呼自己 大家回答一下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对吧 或者奉派传心的福音 或者他是非常强烈他的权品的那一 非常强烈他的权品的那一遍 对吧 他讲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他是使徒什么意思 他是要奉派奉派前去做某件事 对吧 就是他的使节 有人在敲 可能卖那个糖 好 我们继续 就是 好 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自称为 耶稣基督的囚犯 保罗和兄弟 勤勃太 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 同工费力们 所以某方们来讲 他把自己的一个身份 对吧 成为一个将盃的身份 就是他更生的是 今天他是以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 就是说来 实际上一个自我剥夺的一个身份 这也是可能你看整个斐利门书 让你们看到一点 他是一个舍己的 他不断的是一个放弃权力 因为在这个世界 就是不断的是要争夺权力对吧 谁有权力谁得大吗 我有权 所以我说话就算数 但是可能在教会里面就会看到 就是说 那个真正的有权柄的 真正的有权柄 他反而是非常的谦卑 他愿意做众人的苦人 这个保罗所 这地方特别强调 他这个称呼里面所带来的 把他称呼他 斐利门为所亲爱的同工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同一个主 对吧 他们有同一个主 他们在为同一个主 在打同样的一场战 和同样的工作 好 毕竟你可以看到 就是后面那个称呼 妹子亚非亚是他的妻子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 以及在米加的教会 还是很多的写听家会称为亚基布 是斐利门和亚非亚的儿子 就是一些 因为并没有太多的史料 你会继续探索 但是他对这边同时来提到 可能讲到 亚基布可能是他们的孩子 也可能是当地教会重要的同工 反正就是说 亚基布 他是一个有职份的人 因为这里面在前面讲到 就是说要谨慎你的职份 对吧 这里面讲到 他是跟他同当兵的 就是战友 从我们看这里面的几个称呼 就是说 囚犯 同工 还有战友 这里面都有一个主要 他是主的囚犯 对吧 是主的同工 也是主的战友 以及在米加的教会 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 就归于你们 这是一个问安 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 是第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在 夸赞 斐利门的爱心和信心 所以就看 他首先他的夸耀 因为保罗在其他的书记里面 通常是把信心 放在爱心的前面 对吧 他会说你们的信心 他这个地方 特别的强调 就是把爱心 放在信心的前面来说 因听说你的爱心 并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 或者说 这个后面有个翻译 也可以翻译成 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 有爱心 有信心 所以保罗为 有这样一位同工 匪里面感到特别的感恩 这个会给我们一些帮助 我们有没有常常 我们周围的同工的感恩 还是我们常常抱怨 我们周围好像 不行 其实我们需要学现某的 我们常常看到 上帝赐过我们有同路人 我们进图里面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单枪皮马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体 最近我看王英牧师 他写的不寒一样 他说他以前以为 他最大的 就是这些最大的一个 侍奉他的文字 就是他的文字 或者讲道 他越来越发现 在2017年的11月12日 他写的不寒 就是里面 就是讲道 他就会发现 他最大的那个侍奉 就是这么 这一群共同体 他希望别人评价 王英牧师的时候 不是评价说 他的讲道没有恩词 而是说 他所提供的这个共同体 他所带领的这个教会 他所看到的这一个共同体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恩地看到 确实这三年半以来 希望我们真的能够 让他的荣耀 也让天上的神的荣耀 看到他的讲道 所塑造的是一群共同体 是一个基督的身体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身体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保诺同样的 他常常的会非常感恩 就是说不是为他自己的恩赐 而看到你们就是我的喜的 你们就是我的观念 你们就是我的荣耀 你们就是我最大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 把我们周围的 我们的同路人 看我们最宝贵的 你们周围的 弟兄姐妹 其实是很小的 软弱的 我们都看都是我们最宝贵的同路人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的看到愿力与人同友的信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特别关注这里面的词就是第六节 你们看到就是同友 同工 同当兵的 同友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特别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世代 有的时候特别的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 对吧 我们好像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自己 都好像看自己不一样 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学习一个眼闻 我们更加的看我们一样的地方 看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同友信心 一主一神一信 一父一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 其实相同 很多他这个同友的技术上去建造 他讲到愿力与人所同友的信心 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可以看到他同样的 就是说在对 对斐力们 有一个劝勉 有一个祷告 他说愿力与人所同友的信心 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 你们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所以看到我们今天有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行善事 其实是有一种危险的 所以在有的教育里面最难回改的人 在教育里面最难以回改的 常常是那些 很多年的基督徒里面 表现很好的 表现很好的 不像那些 就是新来的 好像这很明显对吧 我们在教会越久了 我们也说我们的好像 我们的地球都是分不清楚 我们当时在会基督做 还是我喜欢这样做对吧 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因为我喜欢整洁 我喜欢有教养啊 在基督里面更深的显出 他是为基督做的 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个人 我们也提醒 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对吧 我们今天参加来参加主日崇拜也好 我们今天来奉献 我们今天来 彼此相爱去 甚至在教育里面 做传道 做长老 做同工 做组长 我们今天要思想自己 是不是可以 现在我们知道是在一个信心上 我们的服饰是在信心上的建造 我们所有的侍奉 都是在在基督的信心之上的建造 那可以让人看出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这样可以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所以第七节他讲到 兄弟啊 我为你的爱心 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 因众生的心 从你得到畅快 什么叫得到畅快呢 就是是得了那个安息和安慰 就那种畅快 就像说 你去了这个地方啊 就是大家在这个斐利门家聚会 就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 没有这种感觉啊 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建造家庭家里面啊 你感觉你好得畅快啊 你好得安慰 因为他好像服侍里啊 就像你自己人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中间 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家庭嘛 他愿意开放自己 愿意进入这个常常可以去 他们家就感觉到 终于可以喊到很畅悍 有足的话 然后有整个的圣灵的存在 也求主心的 心情我们今天有更多这样的家庭啊 今天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会谈啊 我们跟初代教会的情况有点像 当时也没有会谈 就是在各个家里面的聚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真的希望这种姐妹真的能够 更多的开放自己的家庭啊 让大家众生的心啊 因这里的爱心 大有快乐 大的安慰 因众生的心 从你得了畅快 就是来帮助我们啊 就是今天 今天有许多的这种姐妹啊 这个人的很艰难的里面 希望有更多量的家庭开放啊 然后来接待这种姐妹 成为那一个真正的安息之所 真正的那一个天堂的所在一样 这是四到第七节啊 对斐力门的他的信心 他的爱心的夸赞 然后第八节到整个的这个主段路啊 其实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核心我们来看哈 就是说最核心的有一点就是说 宝他这个地方提出了他的请求 但他提出了请求的时候呢 好像说话有点婉转对吧 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是不是因为宝罗有点绕 他就他到底要说什么对吧 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回忆的事 然后像我这有年纪的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索中所生的儿子阿里希姆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说 宝罗当然他并不哈 并不 以自己的使徒身份为羞耻对吧 常常他认为他自己是基督的使徒对吧 他靠着基督啊 他大有胆量 他在任何人的面前哈 除了上帝之外别无惧怕 这样我们看到历史上上帝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不管是在君王面前 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又看到这种勇敢的背后 他发现了这种勇敢 背后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谦卑 就是像那种最卑微的人 都显出他当得的尊重 就是在面对那一个最大的权柄的人啊 就是说最大的权势的人 他也敢于放胆的啊 去讲那神的公义 神的信实 去批评啊 就是说那最大的政府啊 就是即使他是不义的 他是不义的 就是他就敢于放了去批评 但对于 这张保罗在这一封私人书信里面彰显著他极大的福音里面的这种爱心 所以呢 我后面来讲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的 他其实在以身作则啊 他其实在 我后面来告诉斐力门啊 他自己是怎么应用福音的 他告诉保 然后斐力他然后在鼓励斐力门说 你也该如此去行啊 这是好的 所以我们通常其实因为我们平常啊 有的时候我们跟人打交道 可能我们会认为啊 因为这个事情只要是合一的对吧 我们就可以去要求对吧 我们今天好像 有的时候基督徒 常常是叫做认理啊 认识不对事不对人啊 我们常常就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对的 我们就应该去行 所以保罗说 他虽然透过基督能够放在吩咐你合一的事 什么是合一的事呢 就在神业里看为好的事对吧 就在神业里面看为 是美善的事情 他可以去吩咐 但是呢他更加宁愿就是用一种爱心 凭着爱心来求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权柄和爱心 上面是不可区分的 他的权柄和他的爱方面 他是有一个就是不可 我观察是不可分割的 想到他自己是有年纪的保罗 我刚才他讲到他自己其实是 我本来是德高望重的 他那个时候已经六十 坐牵的时候已经六十六十岁左右 那个时候是主后的六十一年到六十二年之间 保罗差不多应该是跟主耶稣差不多 年纪的可能小一点 那他那个时候其实差不多是六十岁左右 或者五十多岁 然后 他又是整个基督耶稣的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是基督的囚犯和他的使徒 他另一个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阿里希姆求你 所以我后面讲你可以知道 保罗其实从后面可以来知道 他的捆锁 其实他的捆锁是当时 对整个基督教师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事情 因为他的捆锁不仅是指的 那个欲淫全境的人都知道 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捆锁 而整个的教会 特别是他所建立的教会 肯定是恒切的为他祷告 但我们今天会恒切的为王毅故事 为其他部长的毫米正台的祷告一样 所以他其实看到就是说 那那如果你想啊 如果是一位就是说 今天王毅故事要有一个请求 对吧 我们是你们当然非常愿意对吧 也非常乐意的 如果我们能够帮他上班 非常乐意的 跟他一起帮助 因为了整个的我们今天会知道 当他被求的时候 他其实有更大的不方便 相比我们这些今天很方便的人 我们是有各样的更加舒适的生活啊 没有这个没有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啊 没有internet 没有网络 不要问今天啊 可能打一个电话 问一下 这样不容易就可以啊 今天因为在当时的通信条件是非常的缓慢的 而且这个整个的就是说 要寄一封信也好啊 就是说一封信可能都要需要半年的时间啊 就是说才能够啊 就是说可能一年还有的时候 你寄一封信出去啊 能不能送到 能不能返回过来 都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道罗就是说 他愿意就是说 把这一位他所喜爱的 他的儿子 他说他是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阿里希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出 保罗对阿里希姆 特别的爱他 他称他为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阿里希姆的信主 可能给了保罗极大的喜乐和安慰 明白吗 就是当我们比如说 我们如果在这种坐监的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育友 信主了对吧 我们在那个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被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人他愿意回改 他沉入真实的信心 那是多大的安慰 像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 我们被监禁的时候对吧 我们被单独 就是被关押 周围都是不信的人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同伴 一个在患难中 一个有上的公司 一个可以一起来祷告 一起唱诗 一起来真的心情交流的人 是多么的好 所以可能在阿里希姆 对于保罗来讲 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他在在困索中 显出那一个上帝的 真实的对保罗的同在和安慰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一样 我们经常其实是 我们从我们的同伴 定姐妹身上 得到那个很大的安慰 你发现 我们为什么看到 我们中间 我们应该其实有这种欢喜 我们看到 我们愿意去欢迎更多的人 来到我们中间 一起来祭拜这位主 我们的心应该感到非常的欢喜 求主也眺望我们教会 我们来传福音的心 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冷淡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只顾自己 不顾他人 有的时候没有想到 一种真正的喜乐 就看到一个灵魂得救 天上的天使得有欢喜 而看到阿里希姆这个人 他讲到他的名字是义处 所以你看保罗讲话也是很幽默 而且是一针见血 讲到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 从前与你没有益处 我们都不希望这样被评价 对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我们自己有用 对吧 如果今天谁告诉你 没有用 我们都不想成为没有用的人 但是可能保罗在这里 就告诉 对斐利门 就是因为这东西 是阿里希姆所送的 你要知道 这东西可能阿里希姆 其实是之前看过的 因为阿里希姆是送信人 或者他也是保罗 跟他也有亲密的关系 阿里希姆和崔基谷 他们是送信人 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保罗他所讲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以前就是如果与主没有关系 其实是没有益处的 其实是无用的 那今天呢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这一点就是他从前与你没有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节经文 讲到阿里希姆 好像保罗对他的信主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判断 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 回到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原本就是他是我的心肝 他是我的心 他是我的很重要的那个部分 就是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其实跟他有一个非常紧密的 一个情感的联系 明白吗 就是说保罗非常 跟他是有一个深厚的一个情感 这个情感的这个友谊 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所以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说的捆锁中 祭祢伺候我 保罗强的他就是说 他自己的心意 他非常的舍不得 这一个对他非常有益处的阿里希姆 他本来就是说是有意留下 因为我前面也讲过 可能他把阿里希姆放出去 可能是会有很长的时间 是见不到他 因为这个路上的旅程要三四个月 而且路上都遭遇一些危险 强盗啊海难啊对吧 不一定这样的 其实是有危险的 而另外一方面还有可能就是说 他当他放手的时候 有可能的 因为斐利门也是可以有 有充足的理由是可以不答应的 所以我们这边比较就是斐利门 他有他作为就是他的正当性 他是有权品的 他是可以按照主的警戒 按照那一个就是说 上帝的那一个 所赐个他的这个权柄 去管教这一个不心化的 这个讨访努力以示效友 是说警醒其他的这些奴隶 就是不要去效仿 但是呢 所以在这些宝则讲的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就不愿意这样行 这里的善行不是出于免强 乃是出于甘心 所以的时候我们今天 我觉得这句话是值得 我们反复的去迫想的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一个非常追求效率和高效的时代 非常追求紧迫性 地铁 高铁越来越快 地铁越来越发达 我们人越来越难 越来越不想等 越来越想立刻得到 就要立刻去 怎么样 但我有一个希望 希望明天快递就能够到 现在想买 买个快递最快 所以一般都带来都在京东上买东西很快 然后就当当马上就可以到 也就是淘宝要走两三天三四天 哎呀太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人 其实常常的我们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急迫性 而这种急迫性就会导致我们怎么样呢 同学常常的去勉强别人 我们常常去勉强 常常的去要求 让他去勉强 你立刻满足我 立刻使我得到 立刻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基督里面呢 确实有常常的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说 其实今天可以培养我们啊 就是有一种忍耐 然后今天一种操练 我们可以 其实我们对孩子的时候 感觉有点像延迟满足啊 就是哦 很想要这个东西啊 但是呢 不是立刻就能给你 而是需要 更周全的去考虑 所以我想我自己 其实也是很急躁的一个人啊 有的时候也是 就是过于好像常常的 就是好像一个事情 立刻要去做 但是呢 宝刀的力量特别强调 在人与人之间啊 需要留出这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是让圣灵 去做功的空间 所以我们心里也需要这样啊 就是我们在 特别在人与人之间 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彼此留出空间 其实这个事情是好的 是对的 那我们需要 等待啊 圣灵啊 的做功 所以宝的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洗 叫你的善行 不是出于勉强 还是出于甘心 因为只有圣灵做功的时候 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甘心情愿的 去舍己 因为我们知道啊 当时一个奴隶来讲 对于斐力门来讲 仍然是一笔 可观的一笔财产 对奴隶 是非是非他的私有财产啊 就是说 那任何一个人啊 即使是一个像斐力门这样 的一个就是非常敬虔的 也是非常愿意舍己的一个人 他仍然需要啊 就是圣灵的动工啊 他能够有心甘心甘心的甘心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如此啊 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去看到我们 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知道我们常常的需要 常常的需要 去依靠神 常常的需要去 真正的问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善行事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我们需要一颗刚健的良心 所以他讲到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隶 那是高购奴隶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在你们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 是按主说 所以他讲到 他告诉这个腓利门啊 就是说 这个从前这个逃跑的奴隶啊 今天已经不再是奴隶 而是高购奴隶 是亲爱的弟兄 是亲爱的兄弟 他说他暂时离开 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这里面带来一个更高的关系 对吧 因为今天的这种主婦关系 只是暂时的 只是一种肉身的关系 今天不管你所谓的关系 其实是夫妻关系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 只是在肉身的那种关系 今天的夫妻关系 因为在天上的 也不嫁也不娶 对吧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那种关系 其实是可以带到天上的 不是说这种父子的关系也好 主婦的关系也好 夫妻的关系也好 它都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暂时的 是上帝让我们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看到一个与主的关系 所以这个福音所带来的一个 整个的阶层的一种 跨越啊 就是说他讲到不再是奴隶 那是高过奴隶 是亲爱的兄弟 他是按着主所说的 他说这也不就是按肉体说的 是按主说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讲到你们中间 已经有一个永恒的关系在你们中间了 你们今天是在永恒中 是兄弟 是同有一位主 如果我们其实看我们中姐妹 就这样啊 你就会知道如何去尊重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有一天啊 是上帝 我们在天上还要相见的 我们所有的人 还要改变形状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 知道我们的关系 其实我后来讲 不是你暂时可以逃离的 不是说你换天教会 你就可以逃离的 因为你 要对于我们本身来面对它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这种 有嫌弃的 所以希望圣灵的催病 你们可以去主动的去做和好的工作 就是去做和睦的工作 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看到 你跟某个弟兄 其实有嫌隙 或者说有 或者说你不能原谅他 不想见到他 很求圣灵 但我这么说 也不是让你们出于变强 而出于甘心 而是出于真的说 让你再次的看到 那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 不再是奴仆 那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在你 这也不就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的 这是一段 就是对他的请求 8节到16节 他主要诉诸到 一个整个的对阿里西姆 他个人的一个评价 对阿里西姆这个人 叫他阿里西姆已经悔改了 阿里西姆已经 而且我可以成为他的担保人 就是说我保罗愿意来 就是说为他担保 而且他担保的 不仅是担保他的品格 而且在第17节 看到在第10节 第20节里面 他甚至很为 这个斐力门来考虑 这也是我们 其实提醒我们 去跟人打交道的时候 这一点 我们常常的 可能需要去考虑 即使别人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也持有的时候需要 如果他做出一些奉献 我们也需要 有一些安慰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出 17节到第20节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所以保罗愿意来 立下一个凭据 他就问他说 这是我亲笔写的 那为什么强调了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看好像立下一个欠条一样 如果阿里希姆欠你的 就是现在这是我欠你的 我要我会还你 有可能就是代表这个 一方面有可能是 有些人猜的 可能是阿里希姆以前 偷他的东西 或怎么样 好像破坏了他的财产 或者是因为他的逃跑 给他的事物 造成一些损失 对吧 可能让阿里希姆去做事情 对吧 可能他跑了 他就可能造成一些损失 在今天 比如说就是说 这个酒店爽约 就是张强他们的婚礼 其实造成可能 不是这个定金的损 他有很多的损失 一系列的 这些损失 也可能阿里希姆 因为他的这个 没有守规矩 可能造成对主人的 财产的这个破坏 保罗就强调说 都可以归在我的账上 所以我看 从这个讲的来讲 保罗是尊重私有财产 对吧 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 你的他就会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 跟弟兄们的交往的时候 我们当然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用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同意 或者说更好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 在金钱上面 在各样的上面 能够真的是能够算得更清楚 是更好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 让别人辅以是甘心乐意 那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 圣灵责备 那一个就是那一个扑倒的 那个人叫什么 亚大利亚对吧 他说你欺贫圣灵对吧 他不是说亚大利亚 是说他本来没有奉献 他是说他说的全部奉献的 所以当时彼得就是他说 如果银子没奉献 银子就是你的 你有权利去主张对吧 你为什么非要说 就是你的奉献 或者就全部奉献的 其实是欺贫 所以其实那个里面也可以看出 就是说人上帝会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自主权的 上帝是 比如说今天这是你的钱 这是你的财物 上帝并没有强迫你对吧 告诉你你是有自主权 但是你怎么使用 这个是要上帝交账的 就是帮助我们今天 怎么能够管理好 我们的各样的恩赐金钱 我们的一切 我们知道这是你的 没错 上帝赐给我们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恩赐 但是上帝有一天上帝告诉你 你也好好的管理 就是说你 你的私有的财产也好 就是都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呢 就是你 但你怎么去使用 其实是 这个是主所关心的 你的心如何 就是主所关心的 好 他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但这个地方保罗他也同时的 他也非常诚实的讲道 他也提醒 匪利门 他也提醒匪利门 其实你也欠我的 就是说 他这种提醒呢 你可以讲到 其实我们当然有的时候 好像觉得这样说话 是不太好 但是有的人觉得好像 保罗就是 但是你可以 我们如果从一个 教目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呢 保罗在提醒 匪利门 他自己同样的 也是一个欠债的人 最大的欠债 是欠了耶稣基督的债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也是要如此 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只是欠了一笔 很大的债 就是基督的血 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还不起的 我们来讲 今天不是因为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 今天如果你真的看到 你所有的都是上帝赐给你的 你才能够 真的生出一种 更大的心甘气愿 对吧 如果你看到你所有的一切 今天的健康财富 你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好的恩赐 品格 信心 爱心 都是从上一边来的 你才愿意把它给出去 如果你查到这个 我的我的 像那个魔戒里面 那个 骨弩一样 他就说 这是我的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那你最后就其实发现 你就是完全的只顾自己 就是没有发现你自己 是亏欠 你其实欠了很多的人 所以有一点 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就感觉我自己 其实欠了很多的爱 我在教会 就是很多的长辈很爱我 其实对我们的夫妻 有很多的帮助陪伴 那我以前当然不懂事 其实也没有那么感恩 但是最后慢慢的越来越 可能为人父母 越来越看到 今天我们要去陪伴 这个教会里面 更多年轻的 更多可能 新入教会的 我们其实需要 很大的耐心和忍耐 而且有一些 可能新来的 他可能还不一定领情 对吧 但是呢 是这种付出 其实你可以看到 每个人 其实都是这样亏欠的 每个人 我相信 我们为什么能够学习 学习爱了 学习舍己呢 是因为有人在对你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这样王毅牧师 对我们中间 不断的牧养 他那你之后才会感恩 我以前 有这么多的恩赐 我这么亏欠的 王毅牧师 他的忠心的牧养 我们还亏欠了 很多的人 很多的我们的长辈 他们花时间 金钱 献出他们的信心 爱心和祷告 来使我们的造就 我在这里呢 我也 其实也是觉得 特别亏欠 好名长老 好名长老 他在就是被抓的那一天 他讲到常常在为我们祷告 然后之后还就那一两天 他就突然被逮捕了 其实也发现他 就想到我们其实好像常常 我们夫妻也好 其实欠他很大的恩情 但是好像为他祷告 其实很少 为他养解 导解也很少 求是来帮助我们吧 可能我们常常的 真的是来提醒我们欠了很多的恩情 欠了很多的债 但是我们最大的债是欠主耶稣 还有我们的众圣徒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服侍人 一个服侍人的人 其实常常都认为 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 他能看到就是我欠了 上帝赦免了我那么多的债 今天奉出这一点算什么呢 所以在第二十节 他在呼应第七节 所以你看到 我们他的写信 好像有一个对吧 前后的呼应和对照 在第七节他说 兄弟啊 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 因众生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然后第二十节说 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得快乐 获作益处 没有意思啊 这个益处就是阿里希姆 那个词的词根 同一个词就是 就是那个有益处 就那个益处 所以那宝多好像在意与双关 希望你能给我一些益处 就是希望你把阿里希姆给我 是很有意思啊 是不是很幽默 希望你修我得到一些益处 并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偿 这样说 他在勉励 弗里面说 你服侍了那么多的圣体 对吧 你服侍了那么多金融姐妹对吧 现在我也来享受一次你的服侍啊 我在你里面 你使我得到一个安安息和安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巴罗哈 他真的做出一个非常谦卑和温柔的一个榜样 因为有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会觉得 好像王毅牧师这样的哈 就是好像好像很近钱的仆人 他们就不需要安慰哈 我们就常常好像对我们的牧师长老有更过高的要求 就是他天然就是钢铁人哈 反正他是不会不会沮丧哈 不会软弱不会怎么样 不会有需要 但是实际上 房子在这个地方告诉他 他有需要 对吧 告诉他他需要同伴 他甚至需要 腓力门的服饰 他需要他的不只是说他的导臊 也需要他实际的行动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需要的 其实一个最近钱的人 但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 我们更容易的去爱那些 更容易的去爱那些不可 有的时候就是不那么 就是好像比较小的 比较软弱的哈 就是弟兄姐妹啊 就陪上他 但是我们其实知道 我们最近刚强的 弟兄姐妹哈 刚强的在教会里面做同工作 其实也常常在需要 我们的安慰 和那种在基督里面的感恩啊 甚至是一本火一爆 因为他讲到 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所以我们常常的 其实这样的去的话 就看到这个共同体哈 所等的丰富 然后在第二十一节说 我写信给你 深信力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必蒙奔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宝宝还现在 更加的提出一个要求啊 就是说他知道 说我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并蒙们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一方面来讲 保罗跟斐力门 其实是有很紧密的 一个关系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其实是在对一个 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同工啊 斐力门来讲的话 并且呢 他后面讲到 为基督耶稣 与我同坐间的 以巴弗问一下 而以巴弗呢 就是 哥罗西教会的 就是创始人 他现在跟保罗 一起在同坐间 就在陪伴他坐间 本来不是说 以巴弗 以巴弗是专门过去 上次我们讲 哥罗西说的讲到 对吧 以巴弗是专门过去 会被他专门过去 陪伴保罗的 然后也 把一些教会的难题啊 告诉保罗 请保罗来写通书信来解决 让他们 当时哥罗西教会遇到的 哥罗西教会遇到的一些 教会上的异端啊 各样的难题 所以他也知道啊 匪尼门同样的可能 就是以巴弗 他同样也会带过来 匪尼门他们的问候 他也知道匪尼门呢 其实一直心里面 非常希望保罗 如果出间了 可以到他们家来 坐一坐啊 他们家来住一住 跟他们一起来分享 安慰 分享那种福音里面的安慰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也给出一个承诺 就是你还要给我 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并蒙能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呢 当然那帮宝和也同样的 他们家来的 仍然在那个请求之下 他告诉你 我还要带你他的气 我们还要再见面啊 然后看 我要看你怎么行啊 对吧 我要看你是怎么 怎么样啊 就是接到我们讲 怎么样的 会怎么样的去 是不是真正的 更生的顺服主 所以我们知道啊 有的时候 在上一课我也讲不到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 已经服侍啊 很辛苦的同工 好像很难 再给他提出一些 更高的要求 对吧 然后也和他就说 你再勇敢一点啊 希望你再能骂显出啊 但是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还在劝啊 所以你们 这样一位啊 非常敬虔的 而且是非常众人的见证啊 在他们家聚会啊 这样的一位同工 这样一位敬虔的人 跟着他在鼓励他 也靠着福音啊 也靠着 要靠着圣灵 靠着福音 来制服你的心 是你可以更加的舍己 是你可以更加的 活出到一个主耶稣 就对的样式 去更加的愿意去服侍人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心啊 其实真的都 我们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啊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完全啊 百分之百的 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告诉你啊 就是说 因为我在教堂的经验啊 整个你可以看教堂一生 没有任何一个人 说他靠自己 他可以精神就可以得到百分之百 对吧 除非你已经在那主的面里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安慰 自己也可以知道我们今天 虽然我们的心啊 那时候 我们经常在算计 啊 我好像只愿意为主付出这么多 我已经够了 我已经 我已经很不错了 我已经每个主日啊 就是都来聚会啊 还常常的奉献 我常常的参加竹筋啊 祷告 但是呢 否则这里面也劝你啊 要 你所行的 要过于我所说的 要更加的去追求 要更加的把自己的心调望起来 更加的去倚靠福音 更加的舍己 更加的去 活着在一个真实的 尽情的样式 因为我们常常的是 我们欠了主耶稣的债 所以在23节到25节 他在问安 就是想到以巴福 他与我同工的马可 亚里杂谷 迪马 路加 也问你安 愿我们主耶稣这个恩 藏在你的心里 阿们 好 这是这么出信的 就是说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我看到这些人物啊 他们其实同样的 保罗他自己 需要福音 他也是这样的 应用福音 他很想 很快的 就把阿里希姆留下 让他知道 他在福音里面 其实有人需要尊重啊 因为这个是不属于他的私人财产 阿里希姆是属于另外一个 菲利门 他需要去跟他和解 成为自由人 请求主人的同意才可以 这是他在福音里面的一种 舍己 对吧 就看到 保罗他需要福音 菲利门 他也同样的需要福音 他已经明白福音 但他不断的需要去应用福音 需要去更加的看到福音 对付他的心 使他可以更深的 更大的 不断的在服事中 不断的得到畅快 回到安慰 他同样的阿里希姆 他也是需要福音 他被福音大大的翻转 从一个没有益处的人 变为一个有益处的阿里希姆 变为保罗重要的同工 同伴 他也需要福音 去面对 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情况 他是把自己交出去 我们知道 阿里希姆 他脱离了 本来跑到家很远的地方 他要回到 他所不想带到 那个环境里面去 他要重新的用福音去应对 这是非常难的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你离家出走的话 你要回家 你家里面其实很多 你不喜欢对吧 但是今天 上帝告诉你 你成为基督徒了对吧 你需要回去找你 比如说像我们中间 我们教会有这个 就是在那个章识里面说 就是特别离过婚的对吧 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是不信主的时候 不明天离过婚 但是现在你信主的时候 你需要回去和好 对吧 做和好 我们的你需要回去 请求原谅 不是说要请求护婚 就是说你 您够就是说知道 我们在福音里面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债 这个是很挣扎的 对吧 特别是因为你有生命关系 是很艰难的 但是福音就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不能去亏负人 我们如果有这样对人的伤害 欠债 罪的就是伤害 我们需要去 今天我们有能力去回转 所以看到这里面的三个人 我们都需要福音 都需要福音 抱罗 他需要 和你们也需要 阿里希姆同样也非常的需要 但是看到整个的福音 那一个主的那个共同情 看到这里面 就看到我们让我们其实可以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 我想啊 希望庆祢前辈 可以更加的可以得到安慰和激励 我们啊就是说也是我们都是一群烂人啊 反正我们中间谁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对吧 都是有的时候啊是就是像今天王一牧师都讲 他是能说不能行对吧 反正我们能够说啊 我们要赦免啊 要去爱啊 要奉献 但其实我们发现常常要行出来是很难的 所以就是当你去行的时候 你才能够发现你不断的需要去应用 运用这个福音 不断的去发现 哦 是的 我需要扣住 我知道我们是软周 好了 最后差一点题外话 那这个阿里希姆 你们有想过为什么这卷书会 存留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呢 因为宝子可能写过很多的书信 对吧 其实可能他因为他是经常会写信的 可能他肯定完全不只写过13本书信 写过大量的 医生可能写过几百本书信 但是这些为什么会圣灵特别的选招出来 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 在主后 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相处所书的叫使徒教父书信 使徒教父就是当时讲到使徒之后 使徒的这些使徒的门徒 他们当时有一些人是跟过使徒 这些使徒都归天家之后对吧 他们剩下的这一些有那个伊格纳蒂欧对吧 这些就是很著名的 还有一些殉道者他们是跟过使徒的人 但是伊格纳蒂欧他在殉道者写了一封书信 在主后的一百多年 一百零二年还是一百零七年 他写一封书信叫做至以弗所人书 但是他就知道以弗所人他们的主教 就叫阿里西姆 对所以呢很多的历史的就是说圣经的学生的猜测 这个阿里西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阿里西姆 因为呢这封就是说这是六十就是四十年之后嘛 有可能因为当时阿里西姆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可能二十岁三十岁 他到四十年之后差不多六七十岁 正好是他当主教啊当那个地方的监督的时候 所以这当然这是一些猜测啊 你才发现呢 但我心里面也觉得啊 就是说啊 这个是还是很值得相信的啊 就是说对于阿里西姆来讲啊 而且任何书信能够成就 你很想到底斐力门最后有没有 有没有释放把阿里西姆给保罗了 你觉得有没有啊 他有没有照做了 他这个没照做他会把这封书信存在这里吗 大家一起来送给他 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你在新约里面这个书信到手 所以就成为一个一个请示 然后大家都会来送给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人哈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名字记得天上 所以我们看到最终来讲 我们相信斐力门接到这封书信之后 非常愿意哈 就是说按照主的吩咐去释放了 就是阿里西姆来教我给保罗 而阿里西姆同样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 可能在之后这几年哈 在保罗还他在祖后啊 还有还有五六年啊 殉道啊六分钟啊 陪伴 保罗变成阿里西姆成为主所 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 甚至成为以赴索的主教 来牧养那地方的羊群 我们求主来激励我们 然后身上也有这样的翻转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中间一个可能没有益处的人 那他之后可能会成为一个上帝大大使用的 一个祝福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小组中的哪一位啊 所以来帮助我们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下一周我们会继续讲斐利比书 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要我感谢你 我们看到这一封四人的书信 里面就充满了福音的能力 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活胜生的人 不管是保罗 菲利门 阿里希姆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在今天的各样的处境里面 在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处境里面 在人生的记忆里面 我们多么的需要看到它一个福音里的 带来的安慰 看到一个福音里面 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的一个共同体 然后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同伴 感谢你来建造丘与信业的教会 建造这个共同体 看到我们是合同的需要 这些利用姐妹 我们一起在这个里面 来不断的破碎 不断的彼此的磨合 不断的看到你的恩典 能力 就运行 复辟在我们中间 求着继续的祝福 求你继续的看顾 为你作奸的黄一部师 请登部长老 郝明长老 春泪长老 让我们真的 不只是口子上为他们祷告 也就是新的 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从着感恩的心来看到 让我们真的亏欠了他们 让我们求着你来 让我们真的是 可以去更多的将你们的爱 就像他们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倾倒出去 成为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 去给那些新受洗的 新进入教会的 是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们愿意 常常愿意成为一个 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 常常愿意成为一个 放弃权力 降卑的一个人 求着你来赐过我们上的生命 我们唯有来依靠你福音 和圣经的大量 求着你去带领我们这一天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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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